老花一美意打回答一下厕编的眼花问题 第二 周宝说 孩子放暑假拿回来的豆瓣绿叶子掉很多 要怎么收拾一下 你少浇点水就行了 少浇点水稍微避一避光 好吧 很长了的话你可以去捡 别的没啥 这就是你关心者乱 一个是暴晒 一个是水大 别的没啥 像周宝说 你看我这个咋的了 老花一 能拍个整体吗 这就是过干过烙导致的 也不拍出你是肥烧的 因为这种发黑 一般就是烂根 要么就是肥烧 就这两个原因 你也不拍个整体 你也不说话 现在怎么解决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花盆垫高 透气 先解决透气性 应该是闷根的面大 下回盖浇水的时候 用点杀菌药 看能不能缓过来 要是我的话 就直接拔出来重新种了 下个周宝 师傅你好 黑斑是水大吗 还是怎么回事 你拍个整体行吗 最近这个提问问题的话 我再说一万遍 你没拍个整体 你老是 我说了我大舅子有点毛病了 我剪了有头发 我剁了两根手 我说你大夫你看咋回事了 能停吗 你光让我看叶子是什么 一般这种叶子都是病菌类的 如果看不到盆土 你也不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就问是不是水大 是不是黑斑 就这两个点 要么就黑斑 要么就水大 那还有啥毛病 没了 你不管怎么说 你反正都得用点杀菌药 都得适当的控控水 下个周宝 这个幸福树养了半年 没长出来新叶 原来的叶子卷曲 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你能修剪修剪 适当的来点肥料吗 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你得修剪修剪 头发长得五七八糟 一大堆 剪 好吧 按照自己喜欢的形态去剪 然后施肥 下个周宝 叶子发黄 发软还掉 缺水缺肥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稍微的多浇那么一丢丢的水 再来一丢丢的肥就可以了 别的没啥 挺好的 下面老叶黄 就是缺水缺肥的体现 下个周宝 你家花都长这样了 长黄般啥原因 缺肥缺肥缺肥缺光缺肥 用点粪肥 如果在家里面没有那种条件的话 用繁肥水 你第二个花跟第一个花不是一个花 那个花木槿是缺肥了 第二个花你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品种特性 第二个花是辣椒苗 都长挺好的 如果是辣椒叶子长得不好 这结果子就行 昨天的时候我跟我们 袁总和聊天 我们副总嘛 彭总聊天说 他说 种菜比种花 简单多了 这个菜嘛 你不用要求叶子好不好看 只要果子好就行 这个花不行 一个叶片受水 人都给你擦瓶 我说对 就是这样 好了 别的没啥了 希望花儿没了 听问题的时候 拍个完整清晰的照片 我是老花一 最长一 白了 抽包 嗨 嘿嘿嘿 嘿嘿 嗨